大家好,我是老兰 大家好,我是刀哥 咱们接着聊 乌拉圭的这个福利实际上是不错的 它有免费的公立医院 就是如果说你看病了,你没有保险 你可以去免费的公立医院去看去 咱们且不说那个技术怎么样 有朋友曾经说过 说那的医生实际上也是去私立医院上班的 他说都是一样的医生 就是我们且不说这个吧 但是最起码就是说 如果说你病了,你没有保险的情况下 你不至于说担心自己会 就是没有医疗这一点 我觉得让人就是特别的有底气 当你得了重大疾病的时候 这个对国家福利是一个考验 但是我也听说 就是说这儿的这个医疗技术不行 曾经有一位华人告诉我 说他在这里就是当时就是年年也都体检 就说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边的医院 结果他回到台湾以后呢 台湾的医生就告诉他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他又在台湾疗养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我们每年不是这个房子 我们都要交那个牛奶经教育经吗 我们是交的是干什么的呢 据说就是给这些就是公立学校用的 在公立学校啊 那些孩子是可以免费吃一顿饭的 所以说前段时间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就是关闭了这个公立学校 然后所以导致很多孩子啊 没有地方吃饭 所以说这让有一部分家庭就成了一些负担 因为可能在他们的这个家庭的计划当中啊 这顿饭是没有在计划之内的 所以说当时就成了一个负担 其实针对于一些贫困家庭 就解决了非常大的问题 公立学校是免费的 可以从小学到大学都可以免费 只要你去读 你能考得上那个大学 你都是可以免费的 这一点我觉得也非常好 对 他们这儿的公立学校只上半天课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半天课他们是分班的 有上上午半天的 有上下午半天的 太轻松了 这儿的学生简直是 但是呢 我们接触过的所有乌拉圭人 都跟我们说过同样的话 就是说只要家庭有能力 是绝对不会让孩子 去上公立学校的 因为那边的教育质量 是非常糟糕的 所有乌拉圭人 包括华人 都跟我们说过这个问题 反正我就是说一下 我们听到的情况啊 就是这样 这儿乌拉圭的私立学校 是非常非常多的 光我们这儿就有好多呀 而且这个私立学校 它是分档次的 有贵的 有便宜的 这些私立学校 一般都会教好几门外语 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目前的这些 乌拉圭的学生们啊 除了他母语 西班牙语 英语是必须要掌握的 因为他们上学 就必须要学的 私立学校是一定要会的 英语和西班牙语 是必须的 然后其他的选修 你可以修别的 对 所以说现在孩子 基本上大部分都会 有好几门外语 而且呢 由于乌拉圭呢 有很多的这个 意大利和法国裔的移民 在乌拉圭 所以呢 这边又有很多人 去教意大利语和法语 还有德语 这边的德国人也很多 德国人也很多 所以呢 你不要看乌拉圭 国家不大 但是你在乌拉圭 如果你勤奋的学习 能够学习到大学这个程度 那你认真学习的话 你可能能掌握好几门外语 就是我们接触过好几个 都是会好几门外语的 葡萄牙语 英语 什么法语 哇 这个 很厉害的 都很厉害 对 对对对 很厉害的 真的 主要是咱们中国太大了 不然的话 像各种方言 其实在欧洲的话 也就算另外一门外语了 你学会了西班牙语之后 你在学意大利语 相对来讲会容易一些 因为它的单词和单词构成 跟有些语法 其实是一样的 对 但你在学法语 在学德语 那就相对来讲 都是拉丁语系 对 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 我们学这些语言 你学会了英语 并不意味着 你就学西班牙语的时候 你就会容易 因为它语法还是不一样的 对 说到这个语言 这个也是当时 我们没有选择 塞浦路斯的一个原因 说希腊语 对 塞浦路斯是说希腊语的 当然它有很多人 都是说英语 不过它的官方语言 是希腊语 这个希腊语 首先它特别难学 而且算是你学会了 你能在多少个地方用呢 它就很小众 你学会了西班牙语 就不一样 因为整个南美洲 除了巴西以外 其他的都说西班牙语 欧洲也有说 西班牙语的 所以说西班牙语 你要是学会了 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都没有问题 甚至是在美国 你说西班牙语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过日子 就是这样 是 对 这个也是我们当初 没有选择塞浦路斯的 一个原因嘛 对 而且西班牙语 说心里话还挺好的 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我还有点小上演 就是这个西班牙语 对 我就死活学不会 天哪西班牙语 我觉得太难了 它那个一个词语啊 就是这么一个词 但是它用在不同的这个对象上 用在不同的语境当中 它就会变换出好多个单词来 这个让我非常头疼 我就学不会 但是刀哥就很好 就学会了很多啊 反正我学西班牙语 是我真正能够自己自主自发的 认真学习的唯一的一门外语 嗯 以前我学英语的时候 也刻苦我一阵啊 但是真的实际下 我就是学了这个忘那个 学了这个忘那个 但是学西班牙语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这一期就聊这么多吧 下次再做做那个 关于那个车的那个视频 祝大家生活愉快 在疫情期间 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 保重 对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吧 再见